被骗结婚后 你的老婆每天都在诱惑你 这种生活真的顶不住啊 27岁的你为了躲避催婚 选择跟初高中同学李清阳假结婚 可是婚后生活 他却无时无刻都在勾引你 你想要冷静冷静 但是工作后根本无法专心 干脆先去看一场球赛放松一下 可是在你看球的时候 李清阳穿着白色睡衣 蛮油油的坐在你的旁边 看着他那漂亮的脸蛋 真的很难当能不心动啊 但你知道这是欲望的本能 而不是爱 随后连忙转头继续看球赛 而李清阳也不说话就这样坐在你旁边 可没过疑惑你就感觉不太对劲 一共总感觉李清阳在看着自己 转头看去李清阳的眼神确实盯着电视 你继续看球 偶然间一瞥看到李清阳真的在看着自己 你忍不住开口询问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结果李清阳一点无辜的否定 我没有看你啊 你非常郁闷 最后索性不管了 转心看球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你忽然感觉自己的左肩肿了一点 李清阳竟然把头靠在你的肩膀 你刚想叫他起来 却发现他竟然睡着了 想伸手拍他 犹豫半天又把手收了回去 这下你再也无法转心看球了 等到球赛完全结束后 李清阳也没有醒来的迹象 你默默地看了一会儿他的脸 最后只能横抱起他 将他送到卧室休息 女人身上独有的香味 缘绕在你的鼻尖 明明两人什么都没做 可是你的心就是蓬蓬蓬地跳个不停 回卧室的路并不远 但你却产生非常多的想法 他身上怎么那么下 他比我想的还要轻一点 哪知道刚把李清阳抱紧过室 他就醒了 你干嘛呢 李清阳表现出女儿家独有的矜持 可眼神中的激动和欣喜 透露着他等着一天很久了 你连忙解释一番 看着你手无足措的模样 李清阳只觉得有些好笑 也清醒自己真的睡着了 不然恐怕这辈子都想收不到你的公主抱 以前就有幻想过这个画面 如今真正体验到 这感觉真的太棒了 想到这里李清阳突然伸手揉住你的脖子 你愣住了 本想把李清阳放到床上 结果却被他搂住脖子 你再也受不了了 这样下去要出大事的 松手 我要把你放床上了 看到你正清起来的模样 李清阳不情愿地松开了手 所以被你轻心地放到了床上 李清阳躺在床上 看着即将要走的你 你做什么事都这么温柔吗 你在床上也这么温柔吗 哈 这突如其爱的问题是要干什么 但你还是诚实地回答 我还没有找过对象 李清阳眼睛忽然亮了起来 你这么帅 怎么会没人喜欢呢 有人喜欢过我 但我不喜欢他 爱情还是对双向奔赴 你希望李清阳赶紧结束 这个让人尴尬的话题 李清阳没忍住笑了出来 可这个笑在你看来 有点嘲讽的意思 你没有理他 转头就要离开房间 可下一秒 你竟被李清阳拉住 强行拽了过去 所有将你的手 放在锁骨和左胸之间的位置 咱俩都没谈过恋爱 真是超有缘分 你听我的心脏 碰碰碰的 这都是因为你 而加速跳动了 李清阳的心在碰碰跳动 你也一样心跳如雷 只是你非常傲娇 不好意思说罢了 一个男人怎么可能 会对一个主动的漂亮女生 没有任何感觉 你这两天 确实被李清阳的一些行为 搞得有些局处 李清阳这几天对你的撩拨 也让他明白一个事实 你只能面对感情非常冷静 以你的外貌和能力 能带身到现在 说明你对爱情之东西 真的要求很高 或许你也会对一个女生有好感 但同时又会想 这是爱还是新鲜感 事实确实如李清阳所想的一样 你见过太多恋爱分手 让人伤心的例子 所以你不会轻易跟一个女生处对象 即便李清阳当你产生了欲望 你也能就没有越过那条红线 而是冷静地抽出被拉着的手 睡觉了 你本来只是想表达你要离开了 但是李清阳却故意捉弄你 啊 现在嘛 我还没有洗澡呢 我要去睡觉跟你洗澡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要睡在我这里吗 看到李清阳嘴角的笑意 你知道自己又被捉弄了 于是用十分严肃的语气说道 李清阳 咱们是假结婚 当时说好的不做称人之威的事 我就会信守承诺 可是未来你要是喜欢上我 你会称人之威吗 我不会喜欢上你 我很确定 说完你果断地离开 没有再给李清阳说话的机会 直到你这里消失在视线中 李清阳才喃喃自语 毕业的时候 我以为再也不会遇到你 你的离开 我的新房屋都要死掉了 你觉得这次再见面 我会放过你吗 咱俩未来日子还长着呢 就这么确定不会爱上我吗 李清阳没好气地躺了下去 脑袋里又会想起 刚刚被公主抱的场景 林北 以后要你多多抱我 不知道睡了多久 一到闪电打破了寂静的深夜 真的熟睡的你 听到雷身后都被吓了一跳 但很快就继续呼呼大睡 和李清阳那边却不一样了 他小时候总是一个人在家 遇到打雷 没有爸爸妈妈的拥抱 只能自己一人裹在被子里发抖 随着年龄的增长 即便胆子变大了 但是遇到雷雨天 还是会有所触动 要是以前他或许会继续睡觉 可现在不同了 他已经是结婚的人了 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能坐以待毙 李清阳忽然有了一个鬼点子 悄咪咪的来到你的房门前 等到下一个雷响后 猛地冲进房间 跳到你的床上 拉开被子 抱住你的胳膊 正到动作 吸引云流水 你被突然窜进被窝的李清阳吓了一跳 我走 李清阳水灵灵的大眼睛 可怜兮兮地看着你 我害怕打雷 我想抱着你睡 不得不说 李清阳的演技实在太拙劣了 你冷漠地拒绝他 你起开 可是胳膊却根本抽不出来 李压根不想收留自己 理想启动 第二个计划 卖餐 小时候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睡觉 每次打雷都害怕极乐 只能抱着枕头睡觉 那你继续抱着你的枕头啊 要说也是神奇 竟然有男人能扛得住他 这样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进攻 那是以前了 我现在结婚了 能抱老公 肯定就抱老公啊 你本来还有些迷迷糊糊 听了老公这个称呼 瞬间清醒 甚至莫名其妙地开始脸红 你的害羞暴露无疑 你竟然看到这一幕觉得有戏 于是继续卖餐 我真的好害怕 声音又缩又麻 仿佛都要把人的心给融化了 你几番挣扎纠结 你你你 哎 最终还是认命了 咱俩只是假结婚 你就算什么呀 算老同学 哪有这样的老同学 你的语气明显温和很多 你睡你的觉 借我一只胳膊就好 除此之外 我不打扰你好不好 应备 你实在太困了 此时此刻 已经不想再多说一句话 就今天一次 说完就闭眼 强制睡眠 你对李清昂没有什么感情 所以根本不会想到 跟他发生什么 反倒是李清昂原本平静了脸蛋 闪过一丝红晕 此刻他的心里 晃得要死 旁边躺着 可是他喜欢了十多年的男生啊 男人喜欢这个东西 真的很神奇 那只是一个普通 到不能再普通的下午 李清昂见到 穿着蓝白校服的你 阳光洒在你的身上 勾楼出你完美的侧脸 一切都只是那样的刚刚好 或许换做其他的任何一天 李清昂遇到了 穿着蓝白校服的你 他按念便没有理由地萌生出来 或许这就是学生时代的单纯 让李清昂在年少时 遇到了惊艳的你 你当后来者失色 成了李清昂混接梦到十多年的人 如果一定要形容李清昂对你的喜欢 那一定要用长白的血 因为长白的血化了油肌 生生不息 李清昂小心翼地搂着你 身体尽可能地感受着你的温度 窗外还在下着雨 雷声已经不明显了 房间也只能听到两人轻微的呼吸声 李清昂悄咪咪的亲了一口 你多年到刚刚好的手臂 你有没有喜欢我一点呢 应该有的吧 不然你也不会让我睡在你的旁边 李清昂说完微微一笑 闭上眼睛 进入了梦乡